到了 这是什么 远看像个大雪糕 这应该是一个 山地的一个模型 看 这有细节 对 这应该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场所 这是国家高山滑雪体育中心 对 您好 金刚老师 你好 金刚老师是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总建筑师 著名建筑师 久闻大名了 那李老师您快给我们揭晓一下 为什么会把这个展示在这给我们看呢 这个是我们延庆赛区的一比一千五的模型 是在这个海陀山的西南侧 大概有432公顷的这样的一个场地 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竞赛场馆 一个是山下区的这个国家雪车学校中心 又叫雪游龙 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山上沾了这么一大片的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又叫雪飞燕 我们延庆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赛道的落差 从山顶的出发区到这个下面的结束区 一共有925米的落差 垂直落差900多米 900多米一下滑下了 最高时速可以达到150公里每小时以上 难怪会说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是目前世界上 难度最大的比赛场地之一 是中国第一个符合奥运标准的高山滑雪中心 那我们建设这些场馆有三大难度 第一个难度呢就是赛道的选址非常难 因为它对这个赛道的落差 比赛的这种速度都有非常高的要求 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场馆的规划设计非常难 因为在这个场地非常的狭窄 地形很复杂 就有大量的这个珍稀的动植物 它们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场地 第三个难度呢就是它的施工建造的难度 这个场地叫四五场地 没有道路没有水电没有通讯 我们的施工的机械方法都没有办法施展 所以必须得是用非常规的办法来去建造和施工 咱们是怎么完成了这些看似不可能的挑战呢 这是我们的高山滑雪中心的竞速接受区 那在场馆的建设方面呢 首先呢我们是借鉴传统吊脚楼的 这样一种点触式的吊脚架空的施工方式 它是用那柱子给它折腾起来了 对 就像我们的吊脚楼 学名叫甘蓝式建筑 通过柱子把平台架空起来 来建造的这个场馆 这样的话呢山体地形不被破坏 而且呢原来的这个动物啊 还可以在下面活动 另外呢就是我们采用 错叠分层筑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来释放使用空间 还有呢就是我们借鉴吊脚楼的 这种装配式的这个钢结构的 一个搭建的方式呢 来降低施工的难度 甘蓝式建筑其实最早呢 在和姆度移植 七千年前 这种建筑呢充分利用地形 并且呢它的建筑空间 能够使得多样化 我们这样的国家工程 它是从我们的一项 传统非遗记忆当中 汲取了智慧 那我就带大家去建议一下 我们土家族吊脚楼 营造记忆的传承人 好 太期待了 好 彭老您好 你好 老师傅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咱们土家族吊脚楼 营造记忆的回家族 反正是人物山友 彭老今年高寿啊 83 彭老啊参加了很多个 吊脚楼的修建和修复的工作 像是这个张家界的 土家风清园 还有九重天楼阁等等 太了不起了彭老 感觉你们赞养 彭老带大家参观一下 那个是吊脚楼吧 真稳啊 彭老您能不能跟我们大伙说说 在您看来 土家族吊脚楼 它最大的优势和特点是什么 它是高悬地面上建的 通风干草 能够防止毒水毒中和叶蛇 建筑地面不受地形的选择 一山崩水顺势而为 以自然活血共生 其美观又使用为铁 第二层居住人 第三层存放东西 下面可以劝养牲畜 暂天不暂地 天平地步病 房间不及能好 充分利用地形 形成千变万化的建筑风格 建筑是水某结构 人活业中的推荐上 它不会影响以后的这个维修 最后一个突出特点 它可以组装 然后拆卸也方便 修缮也方便 我想到沈从文先生 曾经这样描述吊脚楼 傍山坐屋重重叠叠 如堆增高 入木景象轻而壮 刚才您说的就是凤凰 凤凰那古城它的这个吊脚楼 至少有五百年的历史了 称为中国民居建筑的活化石 历史悠久 我们前面说到的 我们延庆赛区高山花雪中心 那个场馆的这个 从设计到建造的很多的特点 其实都是跟吊脚楼学来的 那关于土家族吊脚楼营造记忆的 具体流程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通过一个记忆小片来看一下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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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见 ز很快 不记得 不就 然后 加油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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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做 刚才有一个 齐心协力 立排扇的那个环节 我们有机会体验一下吗 我替杜江问的 他也按捺不住了 我想体验 我们去看看 你好 你好 我叫孙国荣 是彭师傅的徒弟 咱们的终极传承人 终极传承人 那今天我们在现场 我们的嘉宾们 可以怎么来体验呢 终极加工好的 就是天真卑山 所以一会儿 我们可以把这些零件 都一起组装起来 然后就变成这样了 明白了 这个 先拿哪个后拿哪个 有什么讲究吗 偏要来给你重做 你得 这个挑换是合 合着再得 它才得着引荐 下面这个 这个 第二个 好了 好 定位了 对 在中间 这会是这个 这个 这个应该是这个第二个 这怎么判断谁是谁呢 越往上越小 对 这个三层 三层 好 您指导我来操作 是这个 这个 好的 是这样吗 慢点 是这样 好 再往前 再往前 往上 慢点 不是 还是这么 还是这么调管 我觉得你们四位 在实力研瘾 什么叫手忙脚乱 哈哈 哈哈 要锤子吗 口汗 哦 好 递锤子是吧 好 哦 把他锤进去 到位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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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很棒 生气 起 啊 好 生气 啊 哦 生气 生气啊 帅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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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穿方 我来穿 我来穿 接下来叫什么 穿梁 穿方 穿方 可能需要整体 往我这边再来一点 好 放一下 好 好 进去了 好了 稳稳的嘞 还有一根 好 敲吧 差不多了吧 好了 可以了 非常完美 哇 排善力成功了 现在晚上我们就住在里头了 好 刚才你们四位在手忙脚乱的时候 我们怎么经经有条 说这就是吊脚楼的图稿 好了 这个叫什么 叫羊稿 羊子的稿子 羊稿 羊稿 首先帮我发个修物的水晶度来 这个羊稿就找到那花 一支物的大小的安 他的那么一支物的整个的美观 都到这根稿子上 第一是 路板子 并不是他们太精密的东西 某园啊 对后 他大小啊 他的高外持续啊 整个都到这根羊稿上面 整个是就靠这根羊子 帮整光的 也是我能够画的美美观的 它好像是跟那根最高的柱子 是一样高的 哦 在这儿 咱们要营造的这吊脚楼有多高 其实这根 样稿 样稿 它就会有多长 按样稿就能千年屹立不到 哦 千年屹立不到的 我修了一千多种的那个吊脚楼 都屹立不到 也是我的脚毛 其实不光是彭老亲自参与的 吊脚楼修建工作 国内很多的建筑啊 都有吊脚楼的身影 这就让我想到了 咱们菲里的中国老朋友 卢九老教1952 他也有很多的老作坊里面呢 是保存了吊脚楼这样一种建筑形式 跟卢九老教的教掷一样 一直沿用至今啊 还在发挥着功效 同样 卢九老教天地同样 人间共生的酿酒哲学 也跟吊脚楼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 是不谋而合 这也恰恰体现出了 我们中国非遗 传承和谐 共享共治的理念 作为中国当代的建筑师 我们遇到难的问题呢 我们就用现代科技去解决 当我们要遇到更难的问题呢 我们就学习 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 去解决 立于绝壁处 融于山水间 所以我们在土家族 吊脚楼的营造戏当中 看到了设计者的智慧与巧思 更重要的是 我们也体会到了 中国人讲究的天人合一 一厘千年 生生不息 顶天立地 历久眯心 嗯 嗯